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百度贴吧事件后 李彦宏第一次公开亮相 有请李彦宏先生 演讲题目是中国如何引领全球创新 大家早上好 其实大家也知道过去这一个星期对于百度来说 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星期 感谢朋友们的关心 我们也会非常深刻的反省 讲台上的他看起来格外的严肃 和我们半年多前第一次拍摄他时的情景完全不一样 每年的8月8日 百度都会上演一场夏日狂欢 这是李彦宏定下的规矩 李彦宏1999年创办百度之初只有8名员工 现在已经增长到约5万人 平均年龄26岁 在员工心中 李彦宏仿佛就是大明星 因为长得很帅啊 然后就是又有财啊 然后又有脸啊 就对于我们来说特别的不可触及 大家都很崇拜他 是大家的男神 尽管被员工奉为男神 但李彦宏坦言 一直以来他承受的压力非一般人能想象 怎么说呢 这个 我觉得可能现在 就是最彷徨的事情 如果所有人都用的是这个APP 搜索引擎就没有用出来 所以我也一直担心的这个问题 你就很在乎就是他各种各样的这种成长过程 遇到的问题 它的风险 你总是觉得说如果这个坎过不去 我的公司就很大了 2015年深秋的一天 早上七点干过 李彦宏便已经抵达公司 这对一般十点上班的互联网企业来说 这个点儿显得有些早 李彦宏1968年出生在山西洋泉 父母是当地化工厂的普通姑娘 她有三个姐姐 一个妹妹 兄弟姐妹五人全都上了大学 她和三姐成绩特别好 都上了北大 早餐在一碗馄饨 一个煎鸡蛋 一根油条过后 李彦宏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每个季度末 通过电话会议 李彦宏会向全球投资者发布公司财报 百度2015年第三季度 净利润为28.41亿元 同比下滑26.7% 李彦宏曾公开表示 利润的大幅下降 跟他200亿杂向O2O市场有直接关系 但是他不在乎华尔街怎么看 因为这是他让百度转型 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如果是通过我们平台过去的 传材 肯定应该寄进去 这不是仅仅是糯米或者外卖 一就是说你又不控制它 第二呢 它又占你90%以上 这个东西 What are you trying to say? confusing people 先 我觉得先放这两个看看效果 这是比较长期的 这不是一天上去就怎么样 就一样一个长期习惯 有口碑长期 一说我到哪去下降 你到手页上 我知道啊 长期它会有这种品牌 但是在短期你应该能够看到 它的这个比如说 能穿吗 别人扫的话 能穿很多 我可能不是这个行业的 我会觉得200亿特别多 特别大 我也觉得特别多 特别大 你不怕失败吗 万一这个烧了钱 然后它没有达到你的 理想的这个结果呢 你知道我是一个企业家 或者说一个创业者 其实我们这类人呢 天生其实就是喜欢冒险的 当我最开始 比如说辞掉美国的这个工作 卖掉美国的房子 回到北京来来做创业的时候 那当时的条件 比在美国其实要差很多的 如果失败了 那其实就很不划算了 但是我就想就是说 我愿意冒这个险 因为我知道如果做成的话 它的意义远远大于 我在美国过一个舒适的 这种生活 李彦宏北大毕业后留学美国 成功闯淡过华尔街 硅谷 回国创办百度 也一举成功 就像大多数报道所讲 看一眼他的履历就知道 李彦宏是典型的三好学生 你是不是从小到大 一直都是三好学生 其实一开始也不是 我在家里是 我是我们家五个孩子 我是唯一的一个男孩 所以我很小就很受父母亲 爷爷奶奶的这个浇灌 小时候也很淘气 你很调皮吗 对 我小时候很调皮 我上学的第一天就被班主任 撵回家去了 因为我跟同学打架 然后老师批评我 我又不承认错误 老师问我是 你叫什么 因为是第一天上学 我说你不知道我叫什么吗 就跟他去这样吵 老师就觉得说 那我教不了你 我管不了你 你回家吧 所以我第一天 就被老师撵回家去了 那后来呢 当然就说 因为可能学习好 老师就老表扬 越表扬呢 就越不好意思捣乱了 就慢慢变成了 一个三好学生 你今天的这个样子 和小时候 你在山西洋犬 小时候想象自己 长大的样子有区别吗 我其实我 我印象当中 我小时候从来没想过 我长大会干什么 就那个时候 就一天到晚就在那玩 我就记得 我刚上小学的时候 我父母跟我讲说 你要好好学习 你要将来能够考上大学 你就会有工作 我们家也没有后门 你考不上大学 就没工作了 那你觉得 你身上有什么缺点吗 让我们这个导演 兴奋一下 他说他完全就是三好学生 就完全没有缺点 你觉得你有什么缺点 我有很多缺点 我并不喜欢 天天跟人在那打交道 我喜欢的是 坐在电脑面前 去关注产品 关注技术 大部分时间 李彦宏是在这里 与自己的电脑为伴 这个场景 是我们在长达半年的跟拍中 唯一一次 有机会进入他的办公室 进行拍摄的 据说非常难得 除了少数高管和秘书 几乎无人有缘得见 也就是在这里 不爱和人打交道的李彦宏 通过自己的方式 掌夺百度这艘巨型航母 你是同龄五万人员工的 这么一个大企业家 那所以从关注技术 这样一个技术男 要跨越到关注技术的 一个大老板 这个中间我觉得 还是有勾贺的 确实管理上是我的弱项 如果跟外界打交道的话 那不同的人确实 做法还是什么 都是很不一样的 那这个时候呢 我有时候就可能会表现出来 或者是就是说 要搞定某些事吧 你得跟这些人变成朋友 但是呢 我可能很难跟别人变成朋友 跟那样的人变成朋友 那我就只好说 这个事情我都不做了 好了 那么就是比如说 这个前些年 这个 吴向洪连网刚刚开始的时候 其实运营商的这个短信业务 就是财新业务 SP 有一大堆公司靠这个赚钱 但是后来发现呢 就是说是这种赚钱的 你都要跟那些运营商 去搞特别好的关系 你才能够挣到更多的钱 我发现我根本做不了这个事情 所以就是百度就 从来没有做过SP这种业务 所以我们也因为我的这个弱点 我觉得我们确实丧失了很多机会 2015年9月8日 百度世界大会在北京召开 每年一次的大会 百度都会发布新产品 2015年是百度上市的第一个十年 也是全球互联网 发生颠覆性裂变的一年 此次的发布就显得尤为重要 不管李延宏是否爱跟人打交道 擅不擅长跟人打交道 有些场合他都必须要露面 有一个新广告法的一个高峰论坛 我们选你们百度呢 作为这个新媒体的这个代表发言 怎么规范严格自律 怎么把这个新媒体的广告做好 这些方面我们还是积累了很多年的经验 教训什么都有 公司在任何一个阶段 都面临很多问题 所以这里后确实有很多挣扎 有很多彷徨 那压力这么大 你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有时候来排遣一下 或者让自己暂时忘掉 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老这么压力大也不行 确实是 我有时候觉得自己睡眠不够 所以如果特别压力大的时候 就想去睡一觉 我入睡没有问题 但是就睡了这个睡会儿就会醒 或者有时候做一做这个按摩啊什么 放松一下 对 可以放松一下 你觉得现在生活当中 谁对你的影响比较大 或者是说对你的事业影响比较大 现在应该说是我太太对我影响比较大吧 因为我们也是天天在一起 所以大家就是相互交流 一起生活二十多年 这种trust 这种感情 都让我能够跟他无话不谈 所以不管是公司遇到困难 还是家里头有什么事情 所以我们江湖之间的这种交流 都是非常多的 李彦宏的太太马东敏 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 19岁及毕业出国 当时被誉为纽约留学生圈里的公主 李彦宏和她就是在美国留学时认识的 作为百度创始人之一 外界一直盛传 太太马东敏对李彦宏 对百度都影响巨大 就是在百度受影响的这个过程当中 会不会是你太太比你还多呢 那倒不会 这方面的影响 有时候也被外界以讹传讹 就传得有点失真了 比如说传播最广的一个故事 就是我在美国在加州过得很幸福 每天除了朝九晚五那种上班 就是在自己后花眼园里种点菜 种点这个水果 有一天我回家 突然发现我的这个 我的菜园子都被拔掉 里头菜都被拔掉了 因为我太太觉得我胸无大志 让我回国创业 于是就诞生了百度 其实这个是不对的 没有这个 确有歧视 但发生的顺序是错 是我先回国创业 回国创业呢 就是我太太那会儿还在美国 我定期回去看她 有一年呢 我回去看她 我发现那些菜都被拔掉了 我说你为什么拔掉 她说你都不在了 没有人照顾这些东西 我就给你拔掉了 那事实是这个样子 好像就是生活伴侣 决定了她的一种生活方式 这个生活方式 其实就包含了她的工作方式 对 其实这个是很自然的 就是你朝夕相处 你天天在一起 所以它对你的影响 一定是最大的 而这个就是 对于一个创业者来说 他的这个公司 就像他的孩子也 也是倾注了很多感情 也是就是说 很难分得清楚 工作和生活 界限是什么 而这个自己的伴侣的话 就是自己生活的 这个另一半 所以它一定是 一定是影响非常大 很重要的 遇见大咖 由粉酒中国酒魂 独家特别呈现 你认识我吗 你叫萨贝宁 长得很帅 身高不高 性格有点 是北大学 你认为这个世界上 最帅的人是谁 是萨贝宁吗 我不知道 但是在小度星里 最帅的男人 是我老板 你老板叫什么呀 是李彦宏 开奖的 李彦宏 这是2015年9月 李彦宏参加 开奖了的 节目录制现场 据节目组说 这一天的节目录制 创造了多个第一 现场观众 人数最多 三百多个座位 但是来了四百多人 一百多号粉丝 只好席地而坐 在现场 李彦宏跟大家分享的 有关他少年时期 因为信息闭塞 而无法获奖的经历 我到了太原的新华书店 去看一看那里的书 我一进那个新华书店 我就惊呆了 因为它有好几个书架 都是有关计算机编程的书 而在杨泉 也有一个新华书店 我经常到那里去跑 我能够看到的 有关所有有关计算机的书 就是我上课的时候 用的那本教科书 后来呢 我们三个人 没有一个人 进入了全省的前十名 而且我也很清楚 为什么我们进不去 因为大家在信息 在资源面前 太不平等了 李彦宏还分享了 在美国求学时 想申请一个助教的职位 却因为当时中国落后 而被美国教授轻视的过往 他问了我一个问题 我至今还印象非常深刻 他说 Do you have computers in China? 不是说你在中国有电脑吗? 对 因为那个时候的中国人 没有一个人能够买得起电脑 他问的是 你们中国有电脑吗? 我会怎么跟他说呢? 我说我将来想建一个 全球最大的中文搜索引擎 我要让每天有数亿的人 都很方便地 想找什么就能找到 我要买很多很多的电脑 用来干这件事情 谢谢大家的掌声 但是我当时没有这样说 我当时只是说 有 然后 就默默地离开了他的办公室 在这次节目录制中 人们看到的李彦宏 不仅有青年导师的寻寻善诱 他偶尔抖出的幽默 也在颠覆他在此前 给人留下的印象 马云 马发腾 刘强东 雷军 四个人掉下去了 你只能救一个 你会救谁? 我会救雷军 但是雷军最近送我一台小米手机 您为什么如此低调呢? 因为我是天蝎座呀 其实我对他的感受 之前一直是像他自己描述的那样 他是一个非常安静的美男子 在我们所有北大校友的心目当中 他是一个出镜率极低 很低调 但是确实他 他是在做事情的人 但是今天看完他的开讲之后 我个人认为 其实他在内心深处 也是生活着一个极其热情 开朗 而且愿意和人交流 并且经常会蹦出很多精彩的 经典的 京剧的 这么一个 倾向现在时下的90后 这样的年轻人思维的 这么一个企业家 就是跟您之前做的功课 还是有很多的一样 我本来还害怕 他今天在现场会不会太安静 太腼腆 以至于很多问题 我得帮他回答 后来我发现完全 这个意思是什么 来 师傅 让你见到您了 怎么样 这两段穿的 这还挺合适的 是不是 真好了 这个袖子 这一段 可能有点长了 这一段 袖口 这个长 对 这应该都是标准的 这是标准的 对对对 就是 2015年世界互联网大会召开之前 联宏作为重要的嘉宾 要做的准备是多方位的 这身形头后来被广为称赞 就是提前量身定做的 您穿的修饰度 挺舒服 挺薄的 这个面料 这个面料特别 感觉很轻 对对对 就是当时您选的这个面料 很好 而且这个颜色 又带这种竖条 很专重 适合您出席的最重要的 但是 掌舵百度 提前准备的 又何止是西服 这一天 李延宏在上海参加完 走进复旦大学的活动后 又去上海百度研发中心调研 一个半天 他马步停蹄 最后这个圆圈会议 是他最推崇的工作方式 简单 直接 每个员工可以直接跟他沟通 从产品设计到公司发展 不久前 百度停止社会招聘的传闻 员工尤其想知道缘由 主要还不是因为我们对宏观经济的走势的这个判断 更多的是我们对内部公司运营效率的一个判断 但是现在经常就突然冒出来一个项目 我从来没听说过 大家口气也都很大 我们只有三十几个人在干 我觉得这三十几个人干的东西 根本就 完全不make sense 经常会有这种情况 所以我们是希望就是说是 招人稍微停一停 我们内部时间消化一下 我来改变三年 我们发现在组织层面 有一些影响相对的事情 就比如说监控这件事 在数字的时候 我就听到在一个团队里就讲了三遍 我觉得是我自己也切身感受到的一些痛点 重复的去做一些事情 为了显示自己的这种基础能力 这个也是我非常痛恨的一件事情 今年的这个最高奖 就是有一个项目 就是所有的官都过了 最后被我毙掉 就是因为我知道 还有另外一个团队做了类似的事情 而且那个团队先做了 对吧 你技术含量再高 你最后就是对业务产生了再大的这种需求 但是你做了重复的工作 我就要把它kill掉 那我希望把这个message 能够长层地传递下去 大家不要去干这种事 百度目前不仅是最大的中文搜索引擎 有超过六亿的用户 还拓展了百度地图 百度外卖等业务 进入社交 视频 餐饮等多个领域 不过在百度一步步成为互联网巨头的路上 也始终伴随着很多的质疑 其实有非常大的一个差异 也有人这样说 他说因为谷歌的退出 所以才成就了百度 像这种说法 你在意吗 这是一种误解 我也听到很多 应该说是我在意的 因为它不是事实 所以我也觉得 就是有必要去解释一下 包括谷歌退出中国 那么大家可能忘了 谷歌在退出中国之前 它在中国运营了五年 这五年 它的市场份额每年都在下跌 所以那个时候的百度 也是我们每年市场份额都在增加 所以百度的成功 跟谷歌退出没有必然的联系 当然就是企业做到总会有质疑 我觉得这个是正常的 但是如果有机会 我很愿意去澄清这些个误解 那你怕百度某一天 突然被一个体量相当 或者体量比你大 甚至于就是根本不知道 从哪个领域杀出来的一匹黑马 怎么讲 就是说处于特别不好的境地 害怕这样的事 害怕 非常害怕 这种颠覆有可能来自 比我们体量大的企业 但是更可能来自 比我们体量要小的企业 我在做的过程当中 永远都在跟比我大的对手在竞争 这个我不怕 反而是那些你平时没有关注到的 你觉得这东西其实没什么 但是其实你的判断是错的 IT产业几十年的这种发展 其实这个过程一直在发生 所以就是 多多少少都是一种必然 当然对于我来说 我就在想就说 最好颠覆我的是我自己 而不是另外一个公司 李彦宏说 面对质疑他会生气 但不会咆哮 面对挑战他会紧张 但也很兴奋 简单可依赖 始终是他同龄百度的方式 作为互联网领军企业的领军人物 李彦宏看起来不太乐于和人打交道 专访他的时候 我们会有一个共同的化妆间 一般都是我和采访对象 同时化妆 一边化妆 一边随便的聊一聊 也算是预热一下气氛 但是他让助理跟我说 等我化完了之后 他再过来 顺便处理一点手头上的事情 感觉上 他是真的不愿意和人多交谈 包括这一次的贴吧危机 他也仅仅是在公众场合 寥寥数语一带而过 坐在已搜索建厂的百度办公室 我常常想 除了商业模式上的连接人与人 更重要的连接是内心的连接 百度可以精准地搜索信息 但是人的内心无法搜索 那需要百度和他的创始人 不仅关注技术创新 也要关心不断变化的 用户的内心需求 这才是对连红最大的挑战 好 感谢收看 由一期大众奥迪A6L独家冠名播出的 预见大咖 新奥迪A6L与您一起探访 未来创造者光环背后的故事 感谢收看今晚的节目 下期节目时间 我们再见 有中国酒魂提示您下期更精彩 根本就不闻不问 我说你们职责干什么 你都不知道现在在干什么 我上官尚会 请问到你 一个员 散伞 您的吵 您的收督 您的转换 您的收督 对 您的收督 您的收督